準備去找貝哥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美甲出走的路上 我們要去原保家 幫他購買享受在那阿德國區的生活 我們要去找可愛的Rookie給他玩 因為他還蠻黏人的 所以希望可以多陪伴他 Rookie的個性很好 很輕人 原保把他家裡打掃得非常乾淨 我會維持這樣的整潔 OK 跟我褲子融為一體 黑色的 剛剛整理了一下 然後來餵一下Rookie他的家餐 每日家餐 因為我昨天沒有來 所以趕快來給他補一餐 然後保姆我剛剛已經家餐完畢 用了貓沙 然後把地板擦了一下 然後剛剛因為要做事 方便把我的喇叭褲捲起來 然後現在準備要出門 等一下晚一點 大概六點會再回來看Rookie 現在要先出門去朋友家 這家要乖喔 這家有可愛的Rookie 接 我待的家當 大概預計會住四五天吧 直接踩在我身上的Rookie 在看最近很紅的Netflix實驚秀 Rookie來陪我看 超保姆的豆貓時間 Yay Rookie 他喜歡整個小羽毛 我要準備關燈回頭 看到Rookie已經躺好了 你也太可愛了吧 你準備要睡覺啦 記得加一下Rookie的陪伴 這是一個很貼心的貓咪 哈囉大家 我的紐約曼哈頓獨居 第一天呢 我準備要去上一個classclass 因為他這附近 離一個我們之前上的瑜伽教室 還蠻近 然後剛剛想說 難得休息的一天 我穿第一件是我之前跟元寶去 Budpint的演唱會週邊店買的 然後他剛好有一件 我們一人買一件 所以我今天 是元寶的分身 是倒白元寶 然後Rookie在這邊陪我 今天是星期一 然後有一些公司其實今天會綁架 公司今天就有綁架 學校好像也有綁架 今天是一個節日叫個人祕日 現在紐約已經入秋了 所以今天天氣是大概是三十四度 真的有冷欸 我還想說好像也不會太冷 就一出城發現就涼喔 就是運斗大蝦 不用一下五倍放大 瑜伽教室到囉 這是一間有賣瑜伽衣服的店 然後裡面也有瑜伽教室 我覺得阿樓的娃娃很可愛 我上完我的瑜伽課了 運動完感覺非常的充實 剛那堂課有一個小時 然後老師人也蠻好的 就做很多伸展 然後要去買我的早餐 這家早餐店叫做Papa Bagels 是最近很有名的Bagels店 我現在走的這一區是Far Iron附近 這邊平常也很多逛街的店 所以如果大家來紐約也可以來這一條 它同樣也是第五大道 可是它是十幾街二十幾街附近 今天在Union Square這邊 剛好路過也有戶外市集 雖然是星期一 它好像平常應該是週末才有 我剛剛沿路一直分行 就是一直在拍一些公園 然後拍一些美景 現在已經11點了 這個店是2點廣 所以像Faygo還有 希望不會跑很多人 其實它這個隊伍還蠻快的 我大概排五分多鐘吧 就已經走到前面了 這裡洗滿了人 所以我立刻就有買好了 我點的是兩個cream cheese 跟三個bagel 因為它至少要點三個bagel 所以我就點兩個everything 跟一個cinema raisin 好期待喔 等一下回去吃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隊伍排超長的 但至少它動的是很快 所以沒有到北海中 旁邊這一間好像也是一個有名的bagel店 這條街還蠻多有名的店 它右手邊這一間是一個 異式吃意大利麵很有名的店 叫Cabon 我剛剛想說來這一間買 它很有名的一個年輪可送 就是甜點 但發現人好多喔 現在是再來買 我點了一杯抹茶拉鐵 他們的巧克力也很好吃喔 OK大家 這應該是我的最後一站了 我要去這一間咖啡廳 因為我之前來過然後人很多 聽說他們的可送很難 所以我來經過一下買買看 我買了一個他們經典的開心果的可送 回去吃吃看 香港它這家店 在買完一個東西之後 終於要回去了 然後帶著我的bagel 我的抹茶 還有我的開心果可送 等一下回去開箱給大家看 我剛剛回家已經先洗頭洗澡 現在終於要來開箱了 早上買的bagel 所以剛剛決定跳上來加入我的影片 因為它覺得很香 那這一間bagel它 比較特別是因為它是有一些規定 就是第一箱是要買三個bagel 就369的數字 三個bagel配一個cream cheese的醬 是一個組合 是17塊左右 這邊給大家看我的cream cheese 我平常吃紐約的bagel的話 我自己是很喜歡配那個 蔥的cream cheese 所以我第一個選的是這個蔥的 它這個裡面的蔥的cream cheese還蠻多的 那因為我難得過去排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再多買一個 這個cream cheese 然後這個也是他們還蠻有名的 它上面寫說是那種 就是那個墨西哥膠 然後這個有點蛋黃色的 就是那種 應該是會有一點辣辣 OK 你不能吃 所以一個cream cheese是我加夠的 然後一個cream cheese是 它組合裡面會有的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選的三個 是有兩個everything bagel 它這everything bagel跟我平常 在外面看到的everything有點不一樣 它好像更多那個poppy seeds 另外一個選的bagel是這個 肉桂葡萄鋼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其實我覺得它搭 選的cream cheese 好像有點違和 但是我自己是吃蠻習慣的 兩個everything 然後配一個這個 很紮實 很好吃耶 我覺得它的bagel很有嚼勁 可是不會很硬 那已經放了一下下 如果你自己在拿烤箱 或是大盤鍋 或是怎樣會更好吃 不過這兩個醬皮的話 我覺得還是沖的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覺得那個辣椒的有點偏太辣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辣椒的有點偏太辣了 這個creme cheese的菜籽 這個creme cheese的菜籽 bagel本人 不能吃 太香了 他想要一通吃一口 現在來吃一個 因為當天現吃應該是比較新鮮的 就好像他們這一個bacery最有名的 就是這個 開心果的可頌 看起來蠻厲害的 先看一下這個開心果可頌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可頌就是 非常多層的 好 大家我要趕快咬一口 那個辣椒很大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就是有那個開心果的香味 然後又有一點玫瑰香 然後又有一點檸檬香 然後可頌的皮很酥脆 這我已經放了一點酒 所以它可能又那麼酥了 可是咬起來是覺得蠻有層次的 那要給辣椒每日的家產 有少說可以用這種他們家的 貓的這個碗盤 給他吃夾餐 這個碗盤很可愛 我很想就一個 這比較大 我今天決定給他吃肉泥夾餐 他已經發現我的目的了 他現在很開心 貓咪只要聞到這個就會瘋狂 Let's go 我們去你吃飯的地方吃 這個好可愛喔 天啊 下午兩點了 我要趕快來趕工作一些我自己的事情 我要先來撐我的影片 現在在原寶的辦公區 我現在要在這個辦公區 那還有剩餐桌 因為我人比較愛這一支 我要低一點 我現在來撐我的影片 希望明天可以上片 我要撐的這個是我的iPhone 15 Pro Max的心得 然後現在這個影片呢 主要是希望用我的iPhone 15 Pro Max 拍 看一下他拍起來的效果怎麼樣 我自己目前都是還蠻滿意的 直接排在我這一支 我剪片已經算告一個段落了 等一下應該再加一些後製 現在已經有點多 我要準備去買個晚餐 可能會買豆腐多 因為天氣有一點冷 所以吃豆腐鍋好像蠻適合的 我剛剛點了BCD豆腐鍋外帶 外面排滿多人的 在等餐的同時 我決定去買一杯五十萬 好久沒喝五十萬了 在等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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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的BCD豆腐鍋 今天要配我的 兩個多日子 一個人可以在冷冷的天氣 在家吃果 配料 非常開心 哈囉大家 我昨晚好瘋狂 現在回來了 我要吃我的晚餐 我剛才明天偷喝一口的五十萬 讚 嘘嘘的味道 你太貼了吧 很貼耶 這是我的鮮奶 炸魚 怎麼辦 這好像是貓會喜歡的食物 飯 吃個小菜 糖糖 健糖的青菜什麼的 頭皮不可以 百溫到魚了 這個是我的豆腐鍋本人 我的BCD大餐 我每次都是點那個 混合的 就是它有 牛肉加海鮮的 讚 現在是晚上11點 我再畫我的影片說圖 哇明天就可以上片 好累喔 明天要上班 所以趕快把這個完成 大家可以去睡覺 等一下這個 右手邊會再寫一些字 或是加一些圖案之類的 大家早安 我今天的早餐就是昨天買的Bagol 我用電鍋蒸 因為用電鍋蒸會讓它變得蠻Q軟的 這是人家可以在我們家的時候發現 所以我來用電鍋蒸一下 剛剛偷搓一下的確變得蠻Q軟的 因為它這個Bagol很有嚼勁 所以有時候用烤的我怕它會更硬 真是一個還不錯的方法 我現在每個禮拜要進公司兩天 那我今天本來想說要不要再加上班 就是肚子有點小不舒服 不然想要不要還是進去一下好了 平常我們去公司上班 我都是戴眼睛 就這樣看螢幕啊 看電腦比較舒服 OK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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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在加班 Loki就很無聊 我一拿出這個它就好High喔 Loki Loki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要進公司上班 因為我是來這邊短暫住一天 所以我沒有帶到非常多衣服 所以有時候毛衣就重複穿 今天穿我喜歡的這一件粉色毛衣 大家應該在我冬天的影片蠻常看到的 今天公司下午有一些應酬活動 因為我在公司其實是一個哀人 就是我比較內向 我沒有很喜歡參加那些社交活動 在美國這邊上班就要很多那種small talk 就閒聊啊 不過下班的時候就 腦袋是一片空白 就完全沒有辦法思考要聊什麼 但是又要就是加入那個話題 是不是可能要加笑一下 然後今天不會到很晚 今天上班忙得有偷寫 今天超忙的 然後我出來走一走 眼睛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放手就在眼睛 這個是我點的星巴克的抹茶縫 下面是奶茶 就是歐沒有沒有紅茶 它的鳳好像沒有做得很厲害 跟我平常看人家分享 鳳好像有稍微有一點弱點 第一口有那種焦糖布丁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我加了ground sugar的糖漿 就很像在吃那個同一布丁 那個底下的焦糖的味道 第一口覺得還蠻好喝的 現在是六點半左右 今天比較晚下班 本來下班要去應酬 但是我底管說如果我覺得很累 就可以不用去 所以我就決定不去了 我要準備回家 我今天的晚餐是 我剛剛在K-town買的kingbap 這是spicy tuna口味的 然後我不喜歡有小黃瓜 而且它是沒有放小黃瓜 所以我喜歡買這一間 Seki 我的尾巴好噁心喔 今天我決定在家上班 本來應該是要進公司的 因為零食公司說 加一天想要大家進辦公司 但是我這幾天肚子有點舒服 今天決定在家上班 都沒有時間去買菜 我現在終於有時間 所以我要把我早上八點超市開門的時候 去買一些菜 應該不會買太多 因為我禮拜天就會離開了 大概只剩三天左右 就要買一個髮夾 因為我昨天發現我的髮夾 我帶來的髮夾斷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水膩還怎樣 突然平常用都ok 然後整家家的bap 壞掉 現在這個是我的 買菜必費的袋袋 然後準備去附近買個菜 這菜可以買的我最愛的 鬧米花 還有我的髮夾 還有三個看起來蠻划算的 大家推薦這個是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 炒高麗菜冷凍飯 然後裡面有放大蒜 煮很方便 然後吃起來也很像台灣 一般家常炒高麗菜 買菜完成 要回家上班了 今天就真的很會裝飾 看它秋天的布置 非常厲害 外面這些畫 然後這些就是他們的產品 超Q的 我最喜歡在家上班了 因為在家上面就是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穿得比較舒適 因為我們公司在衣服方面沒有到那麼的嚴格 現在也是下午的2點36 還沒有吃午餐 我剛剛才看了一下UberEats 想說可以來點個外送 我的午餐到了 我點的是一間中式 美麗 主間套餐 它有一個酸辣湯 白飯 我點的主餐網很多的 是那個豆干肉絲 另外一個角度給大家看一下 滷筍肉絲 我現在終於下班 現在是在7點 晚餐 因為我沒有想到什麼特別想吃的 現在外面是18度 沒有到那麼冷 所以去外面走走也好 我家的燈光很讚 每次都來買這一家 連續買兩天的 就覺得蠻好吃的 就比較簡單 剛好趕上他關門 我現在已經回家了 我要來開箱我的晚餐 Loki又很想吃了 我剛剛買了一個是 明太子的烏龍麵 歡迎你們今天怎麼吃烏龍麵 大家來看一下我的烏龍麵進照 不錯吧 它裡面有海鮮泡菜 還有一些蔬菜 很creamy的那一種 怕它噴出來要拉遠一點 好好吃喔 很入味 這個是我見過最黏人的貓咪 最喜歡人類的貓咪 現在要幫Loki用早餐 因為他非常的餓 他已經一直叫 好 好 好 Let's go gogogo 媽媽媽媽媽媽 AS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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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格完成 有點不牙管 因為我剛剛順序 放之後最後才放優格 所以就長得比較 不好看一點 但是呢 是健康的 OK 可以硬要跳到我上班的桌子 Loki的午間放飯 要吃很快 而且他都找到時間 他會在快道座這邊等候 現在是中午時間 因為我這禮拜真的很忙 中午時間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吃飯 所以我今天決定 中午的時候再出去外面走走 然後買個午餐 今天天氣非常好耶 中午來吃這一間通勤拉麵的外帶 這間在紐約也很有名 好的大家 我買完午餐終於回來了 把我的拉麵裝飾完成了 蠻讚的 Loki你不能吃啦 開始看我的拉麵 我先喝一口湯 嗯 蠻濃的 這我喜歡的 我喜歡濃燙拉麵 它已經有一點沒有那麼熱了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吃很燙的話 你回家可以再加熱一下 好喝 這間這一間 如果你在紐約來玩 或者是住紐約 不知道中午要吃什麼 或者是想買外帶的話 我覺得這間拉麵實在不錯 現在喝我的Fifty Lime 很期待 好喝耶 還蠻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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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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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一號 第二個是我愛的五龍麵 再來是昨天我愛買Fu的湯 非常的簡單 Loki一樣 無視丹丹 我一來沙發之後 Loki就會立刻跳上來做餅乾 是一個非常認真工作的餅乾師 这个像宝宝一样的Loki 那在影片这边呢 感谢元宝让我来他家住顺便顾毛 因为我之前有跟他说 我一直都蛮想要住住看曼哈顿 因为我来美国其实蛮久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真的实际住在曼哈顿这边 最热闹最方便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来这边住 然后体验曼哈顿的生活 也算是圆了我一个小小的纽约清单 一开始想说我要拍这个影片 就是记录我独居曼哈顿女子的生活 以为会是比较光鲜亮丽一点 但是结果这一周工作超忙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拍的影片的片段 几乎都是头发夹着 然后戴眼睛要素颜然后很乱 片段不知道大家看 我会觉得好像都差不多 期待元宝回来 想你了 先抱也想你 大家早安 今天是星期六 现在早上8点20分左右 我昨天想说今天不要太费 所以我早上就抱了一个皮拉提斯的课 刚好在他家附近 所以我要去上一下 早上路上都没什么人 今天是星期六 顺利通过了我第一堂皮拉提斯的考验 这个刚刚那堂课比我想象中的还好跟雷 但是也没有到大流汗的走完 可是就是还蛮辛苦 现在准备去买个早餐 今天早餐决定来吃这个韓式三明治 三明治 之前就来吃火啊 这一家很赞 因为它还有二楼 所以很适合在这边跟朋友约 位置还蛮多的 我刚刚刚加点了它的就是 奇拉米斯 奇拉米斯卡贝 我的三明治跟饮料 ready 现在回家了 我要吃我的早餐 我点的这个是辣鸡肉的 它料很多 然后它的吐司也很好吃 之前吃过 它里面有加起司 生菜 还有玉米 这是我刚刚点的饮料 奇拉米斯 好像是它们这一间 蛮有名的一个饮料 我很久以前有喝过 好像第一次去的时候有喝过 我提了放饭的时间 每日黑夜菜麻 吃完饭 心满意足就开始填毛了 你的肚子 你怎么在踢我啦 你怎么在踢我啦 玄宝远端帮我开小铁机器人 好像很歪了 要去抒压灯 敲屁股了 跟Bobby一样 喜欢敲屁股 现在是快五点 因为我刚动物没有吃午餐 我觉得早餐还蛮饱的 我准备来吃个午晚餐 一个 午餐 午餐和晚餐 有时候我同事会这样说 我要 吃这一个 前几天在Trader just 买的冷冻高丽菜 非常适合 懒人 尤其是独居的人 可以直接很快速的 做出这个蒜草高丽菜 就已经做好的样子 超级烦能料的 直接这样丢进去就可以了 我现在可以吃我前几天 蒸的这个水鸡蛋 那这个菜菜好了 在那边把我两天捡 那个外卖拿出来 这样可以加热一下 好的 我加热好了 然后我刚刚把我的蛋切一半 它长得超怪的 是蛋黄 这么高的 可是我切得太不平均了 先舀一半 这高丽菜 这就是我的午晚餐 顺饭组合 这是很简单的 蒜草高丽菜 然后底下是我那天 外卖剩下的猪笋肉丝 还有一个 形状诡异的水煮蛋 配芝妮 完食 我后来把刚刚剩下的高丽菜都吃完了 好 大家好 早安 今天是我在这边最后一天 Loki一无既往的 早上会陪着我起来 很喜欢元宝妆的这个纱窗 我觉得很漂亮 还有质感 早上这个的光线很温柔 今天是猫保姆 aka 纽约曼哈顿 女生独居日记的 最后一天 早餐呢 我整天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 由于一间贝果 好像还不错 所以想说可以去买一下贝果当早餐 回来有蛮多事要做的 因为我中午大概11点都要出门 所以等下回来吃完早餐 我就要做一点自己工作的事情 然后大扫一下 等一下把一些要洗的东西洗一洗 就差不多准备要离开 这是我这个熟悉的look 快速出门半身的look 配这个小包包 OK 准备去找贝果 今天来买这一间贝果店 有点传统台湾早餐点的感觉 旁边有一些吧台 拿到我的贝果了 准备回家 这贝果我觉得我应该吃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可以留到明天去 通常你在贝果店点的时候 你就会先选哪一种口味的贝果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选everything 美国人会叫做Bagel Sandwich 它就是这样打开来 然后我选的这个就是 有cheese啊 有蛋啊 然后还有这个腌肉 就像麦当劳早餐的那个肉 这一份我买的是大概7块多左右 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加什么料 对我来说就是 纽约美国版的早餐店 就是像我们吃那种三明治 我们可以加的一些东西 然后只是它这边的面包换成Bagel 给它看一下 今天选用这个可爱的碗来帮 我可以加餐 今天帮我买的这个碗超Q的 小猫碗 烏体专用 今天有一天请它吃小肉泥 有点等不及了 ASMR 原宝有很多很可爱的杯子 我刚选了这个 很可爱的月亮杯 决定来泡这个发现茶的绿茶 泡热水饺的小猫 泡完这个杯子想说 这个就是LOKI啦 LOKI在后面 我已经快速换妆完毕了 我要准备出门 就懒得夹头发 然后我这边就绑个 一个低碗子 然后穿着这个猫衣 配我的 很好穿着这一条 拉巴库 今天带我的小人朵出门 我的中size小人朵 很可爱 而且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 就很适合带她出门 OK 我带她回来 可能会很怀念这个光线 原本我家的光线真的很不错 原拍照 看起来 蛮OK的 瞬间移动到冬城了 今天要来吃的日式很多 大家看到这个始终椰菜锅 看起来好健康 有一些菇类 菜 我们要选这个 Omakase的方案 这边下面选一顿 这边下面选一顿 嗯 如果吃了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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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in 之后的小甜甜 就是两个人一份的 一人一颗 刚刚店家默默拿着饼干给我们 我想说她应该没有帮我们拍照 因为我看到网络上它有帮人家拍照做饼干 其實下han是投拍的形式 我现在最后整理一下 等一下就要离开回家啰 我的独居日记即将画上尾声 也许以后还有机会 来继续我的独居日记 独居的这一周 我觉得蛮开心的 就很有趣的体验 OK对不对 OK 明天元宝回来Lucky一定很开心 现在来最后打包我的行李 把这些东西塞进去 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个袋子跟书包 拜拜大家 我刚刚已经打扫整理好了 Jeky来陪我拿东西 我们现在要准备登出啰 Lucky再见 明天你怎么人就回来啰 不要哭 谢谢招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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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